我爸 我的手机里没有啊 我这一爸 我一看 今天晚上录音 我有他 看他小时候我就没看 就丫头上 他说他是 他做梦 梦见他了 当天晚上我就做梦 梦见全是他 而且真真凉凉的 你说就看了一次电视 他的形象模样全是梦见的 然后我自己偷笑 没赶个寒雪 我这心里话完了 那我自己心里 我就更为希望了 吃醋了 就有那么点 但是我不是 我是实际我还心眼不小 就说心里话 我就没看 我大哥天晚上看 看完了给我打电话 说到我我咋的 他说你像中那个刘一绝 跟姓马来 他人家做梦都梦成了 说你这回没气了 我现在心里心里 尿得了 我说本来我过来 我就生气了 我的手机卡了一公 我就管了 我就不看了 姜大哥跟咱们红娘说 现在刘大姐在她心里 已经有一定的位置了 可是姜大哥 为啥心里有刘大姐 还要相亲呢 刘姐在你心里 其实还挺 对 有点位置了 对 你知道吗 说你心里有刘一绝 那咋还我 另一绝让你还想看了呢 那你看 他现在就媚表态 那你对他表态过吗 表了那就他还 姜大哥对刘大姐的欣赏之情 刘大姐是知道的 但是如果刘大姐一直没有给他答复 姜大哥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呀 我不不能说 您不能说 一棵树掉出去 你这样想得开 我那属于一头热 他那边 明白 我要是二来岁行 我指定能给他追到手 这说得起来 二来岁 肯定我说一 你真的说出来 你说 我等你一年半载的 我这边在家好的 我都错过了吗 您心头部又长的 谁也说得跟你说 你不要说出了一个好的机会 尤其这个年龄的 必须得把握这个机会 但是我俩人说 永远还是说 朋友 朋友姐妹有关系 姐妹有关系 姐妹有关系 姜大哥说的也有他的道理 现在也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了 这个岁数对于感情是等不起的 虽然在他心里 刘大姐是个优秀的人 但是也能处理好这段关系 做不了夫妻 还能做朋友 我可以 Joan 可以